大家好,我是小陈 今天上一趟我们这边的山河市场去看一看 顺便带你们看一看现在山河市场都有什么好东西没有 有啥值钱都没有,咱也去捡去 走,去看看去 你看这是刚摆上下山,刚下山摆上,直接就卖了 一瞧,太快了 这是在山上住了好几天才了这些东西 真过瘾 我来的有点晚了,也不知道多少钱一机卖了 看看热闹吧,看看热闹也行 这里能看出来还是好东西啊,好东西还是卖的快啊 来到没有十分钟这应该是,刚摆上了 这是捡了两包,这那一包 然后这边还有一包,两包 两包应该得不少钱啊,这两包 太爽了 这小的卖完了,直接就有人过来研究这个大的了 这个大的漂亮 这些大的好看 就是白虾的是带着炸子卡 今天就不能涨了 又已经卖掉了 这四个是一千六百块钱 太过瘾了 就是白虾的灵芝了 明年肯定是不会再涨了 四个一千六,一个和四百块 卖了,卖完了 不过这一块是真好看 真的是真好看,真漂亮 好几层 真的是漂亮 好东西不愁卖呀 这个,加上这几个树炸子的话 它就会加上几百块钱 它可以当摆件 但是 为了多卖钱 他们就把这个炸子就都聚回来了 如果没有这几个炸子的话 它会便宜好多 但是说这么聚回来的话 明年这个灵芝肯定是不会再涨了 肯定就是不会再涨了 就这样 就踩着一茬 为了多卖几个钱 然后就把一个树炸子就聚起来了 东西真的是好东西呀 说真的 而且真的是挺心疼人的 没办法呀 老北京知道咱就为了多卖钱 不会是考虑这些后果什么的 这应该是三个人嘛 三个背包嘛 应该是三个人一起去的 在山上住了几天 三个还是五个 应该是三个 三个人平均分 一个人能分点钱的这一次 这一次 老板点钱了 点完钱结账走了 咱们也就这么瞅一瞅多了 再瞅一会儿人家就拿走了 如果我们上山的话 尽量不要把这个树炸子拒过 虽然说能多卖点钱 但是以后它就不会再涨了 你就只有这一次 再以后再就不会遇到了 所以说我们就是说 尽量不要拒这个树炸子 少卖的就少卖的 年年再去 年年采 年年采 那个钱它是多的 对吧 这看看这多心疼人 年年采的全部没有了 真让人着急呀 钱到手了 开路了